你得到了一亿个亿 只有花光它才能变强 唯一条件是买东西不能砍价 因为吊丝不配密席 就在刚刚 你要全款买下一栋江南楼王 吓得崔家傻眼了 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售楼员们 仿佛像是在听天方夜谭般 纷纷嘲笑起来 见过装逼的 没见过这么装的 这一栋你知道多少钱吗 两码一东来了 都不敢说这样的话 就在这时 总经理走了过来 双掌插手道 这位贵客 不是不相信您 只是买房 我们需要先收取一百万订金 话音一落 你直接掏出一张银行卡 再次声明道 听不懂我刚说的话吗 全款刷卡 直到你支付完成后 那帮售楼员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真有人买了一栋楼 还是他们全款 而崔家的提成 足足有四百万 夜晚时分 你躺在酒店的床上 想着明天要么再去看看豪车吧 今天买的那台麦巴赫 还是有点便宜了 看了下系统面板 显示神好点加四 一天花了四个亿 西红柿首付也不够如此嘛 随后你将获得的神好点 全部加到体质上 一瞬间天晴了 雨停了 你感觉自己又行了 九九归一的腹肌变成了八块 这时手机电话响起 是赵轩 小弟弟 周末有空吗 姐姐想跟你一起去游泳 刚买了件很好看的泳衣 听着这话 你的脑海里浮现出赵轩那火辣的身材 果断答应下来 难怪人家说开八六只能过排水渠 只有开奔驰才能上述 果然有钱就是大爷 现在省好点消耗完毕 需要再花点钱 但商场什么的都关了 那就互联网消费下 于是你点开了自己最喜欢的主播 雪威尔的直播间 她是一个不露脸的歌唱主播 尽管嗓音很好 但看直播的有几个听你唱歌 都是来看嗨死看妹子的呀 所以半年时间里 她也就只有五万左右的粉丝 直播间最多才几百人 礼物也就零星几个 而以前的你根本不敢说话 只想静静的白嫖 现在有能力了 那就帮她一把吧 很快雪威尔的直播间 收到一发超级火箭 此时此刻她整个人都惊呆了 要知道一发超火就是一千块 直播做到现在她都没收到过一次 但这还只是开胃菜 紧接着一发发超级火箭 如雨点般砸在这名不见精传的直播间里 仔细一看 都是由同一个ID一根小火柴赠送的 瞬间直播间人气直充十万 让雪威尔都要没呆住了 完全忘记说感谢话语 一个小时后 超级火箭最终停留在一千三百一十四个 众网友们也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出现了个神豪呢 实力不过如话还没说完 只见直播间里出现几个大字 恭喜一根小火柴 开通了雪威尔直播间的皇帝一千个 喉咙一声 整个直播平台炸了 火柴大佬牛逼 大佬还却狗腿子吗 所有人都疯了 这哪是什么神豪啊 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没多久你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雪威尔发来的私信 小哥哥能加个微信吗 本时你的嘴角微微上扬 钱真他妈是个好东西